鬼苗顾发省台岗不知间一 在历经一个多月的阴雨天后 东龟先生这里终于见到阳光了 后面气温也会逐渐升高 因此东龟先生决定开始龟缸的改造布置 除了前段时间答应朋友们要翻缸的那个龟缸外 其他龟缸都不会翻缸 只做局部改动 第一个改造的龟缸 是去年的小青苗缸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去年养硬币苗石设置的潜水区 水位在五厘米左右 今年苗子长大了 这个潜水区就潜了 需要给挖深一点 二是钢里种植的绿酒罐 叶片太大 塞满龟缸 以后会影响乌龟活动 需要拔掉 三是钢里的吊篮花盆计划去掉 改种其他植物 将水放掉大部分 钢里的结构就比较明显了 绿酒罐确实不错 但就是太占空间 躲避太多 养出来的龟也太野性 这个花盆也完成了使命 另有人有 把绿酒罐和花盆都拿掉 整个龟缸有两端的潜水区 和中间的深水区组成 潜水区同时也是植物净水区 由于是龟苗缸 将深水区放在中间 是为了方便龟苗进入潜水区 减少意外发生几率 大缸的话 建议在两端都设置潜水区 小缸建议在中间做潜水区 或在一端设潜水区 东龟先生的这个龟缸 长度是一米的 所以在两端都设了潜水区 这次改造 由于将水中的支撑水草都撤了 因此在深水区靠边一侧 又设了个潜水区 龟苗缸除了要设置 潜水区或水下支撑物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流大的孔隙 以防龟苗钻进去 出不来而溺水 总的来说 龟苗缸主要注意的就是这些 潜水区和深水区结合 注意孔隙坎归 如果没有办法设置潜水区和深水区 那么就多设置水下支撑物 例如水草 石头 树枝等 由于东龟先生的这个龟苗缸 只做局部调整 所以很快就完成了 改造后的龟缸 潜水区由原先的五厘米 增加到十厘米左右 深水区的深度维持不变 在二十厘米左右 另一端的潜水区 由于没有改动 水位仍和去年差不多 五六厘米的样子 请注意 东龟先生养龟苗的潜水区 也比很多人的养龟水位都深 对于养龟水位深浅的选择 无论是东龟先生的文章还是视频 都说过很多次 有疑惑的 请关注这个事实就行 无论是乌龟生活的野外水体 还是养龟场的外堂 温室水位 都要比我们家养水位深得多 家养这点十几厘米 二三十厘米的水位 哪有什么深水可言 大家如果对深水养龟有疑虑 建议去看看某多的深水养龟吧 那里面都是深水养龟的爱好者 无论深水还是潜水 都能淹死龟 区别只是条件不同 深水淹死龟 主要有低温和乌龟生病两种情况 只要注意一下就没多大问题 但深水稳定了水温和水质 能极大减少乌龟生病和死亡几率 这才是真正的优势 说深水淹死龟的人 故意不提浅水也会淹死龟 当然也不会提浅水养龟 无龟的生病或死亡率 总之 在养龟水位深浅这个问题上 能明白的 一说就懂 不明白的 说再多也没用 东龟先生之作 谢谢观看 古法低成本 关注东龟先生有干货 关注那边